北京时间22日晚,亚运会女足小组在最后一轮比赛结束,稍晚结束的两场比赛,中国队2比0朝鲜,中国香港6-1塔吉克斯坦。 这样一来,亚运女足的八强以及对阵双方也随之丑炉、霸气,女足三连胜加零丢球出现,小组赛中,中国女足取得了三连胜,且零丢球出现首场比赛,7比0大胜中国香港,第二场比赛,16比0大胜塔吉克斯坦,最后一场比赛,2比0击败朝鲜,三场比赛总共打入了25个进球。 当然,前两个对手都是于南,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,但对阵小组最前的朝鲜,中国女足早早的就是2比0领先,并最终坚守到了最后。 对阵朝鲜,中国队已经最好的全力拼的准备,上一场打入9球的王珊珊获得首发机会,本场也是打入了一个投球。 在下半场,场上发生了略有争议的一幕,赵荣因为一个解雷,被裁判认定为红牌,将其罚下。 对于这个判罚,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有些不满,抱怨了几句,结果也被裁判请出了替补习。 幸运的是,那个时候比赛已经快结束,中国队守住了最后10分钟。 还有一个好消息,随着最后两场小组赛结束,本届亚运会女足八强也随之出炉。 其中,在上半区,韩国vs中国香港,日本vs朝鲜,在下半区,中国台北vs越南,中国队vs泰国,可以说,中国避开了死亡上半区。 而韩国、日本、朝鲜三大强队,掉进了死亡半区,这真是一个好消息,躺着进决赛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中国队所在的半区,包括了越南、中国台北和泰国,从整体实力上看,都对中国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。 可以说,中国队几乎是躺着进决赛,需要说明的是,女足和男足不一样,暴冷的现象不容易发生。 因此,只要中国队稳杀稳打,有极大可能杀入到决赛,甚至还有可能夺冠。加油,中国队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